我是安小璐 两年前母亲身体不好 于是持工回到了四川老家 很多网友都说我家乡是仙境 但是谁又知道 这仙境其实也是困境 大山里有太多的艰难和不容易 那年我因一段悲才视频热门 我意外得到一些网友的关注 就这样我摸索着开始了 我的短视频之路 2018年11月 我因帮助村民售卖三货 被央视财经采责 12月家乡三货自销 于是我帮助村民把安存自成 烟熏安存进行售卖 2019年我代表村子去 市民安存协会参观学习经验 3月为了让村民养的安存 有更多的销入可能 我在市里寻找了很多的工厂 6月一家工厂终于同意收购 村民的安存加工成方便美味的卤安存 帮小鹿解决村民的难存 同时也让关注我的朋友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尝到美味的安存 这就是我帮村民找工厂植制出来的卤安存 六十八元八滋包油 一面有两种口味 配着十包辣椒面 开带即食 味道鲜香 蜜子配方 营养健康 欢迎大家补偿我们 大餐里的神仙美味 想吃的朋友 点击下方便接哦 入海很长 未来我仍将继续 帮扶我的家乡和村民 因为我是农民的女儿 乡情就是我的志情 即使未来未知 我也会拼尽全力